2020年星光大厂进场时 很多粉丝的应援物被查扣下来 进场后很多小飞侠为了挂长灯牌去占栏杆 已经占到栏杆的小飞侠 看到别人靠近去提琴吊胆 担心自己这段栏杆失手 想叫外援 结果发现周围都是小飞侠 因为隐藏太好了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被查收灯牌的小飞侠并未绝丧 进场后积极准备逼接管 找各种红色燃料包包 甚至有人用红色的瓶盖凑起来 现场拼贴成一个战子 里面塞上小灯 配上电池盒 做成底盘 有瞎解大善聊天 问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瞎吗 即使得到对方肯定了 还是会按戳戳的 小飞侠们揣着灯牌去现场 以为自己是全村的戏包 搞了半天全村人都来了 真正的红海钱 看谁都不笑好人 红海后才知道 周围都是自家人 更好笑的是 现场主持人每次提到 台下都有人小声接一句 第一个表演嘉宾上台时 粉丝灯牌一亮就被没收 接着其他几家粉丝灯牌 也被保安过去 就有人在群里说 为了不全村付出 还是不要量 因为谁也不知道 现场有多少小飞侠 大家都安静地在自己膝盖上 整理灯牌 检查电池 直到肖战 有个小飞侠刚亮起灯牌 就被保安陌生了 拉扯过程中 电池和牌摔碎 他放声大了 周围立刻有小飞侠安慰 并诉讼自己多准备的能力 有小飞侠的电池没电了 也有周围的小飞侠凑集自己带来 电池重新点亮的 肖战登场后 小飞侠们用8秒钟 点亮了一片鲁海 开始的星星点点事 亮的右面是小心翼翼为翼 之后鲁海遥远的运气 你追我赶 是翼翼反驳的运气 用尽一切奔向 指引你的舞台上很深